大家好,我是雷湘 日服F週最近剛好結束了偶像活動 正當我們以為要準備漲草 違規每天登入遊戲的遊玩模式的時候 突然開了第六張劇場版的紀念活動 同時5月12號也就是今天也會有遊戲的更新 好,讓我通靈一下 現在我的錄影時間是5月12號凌晨2點 感覺在維護完之後 應該會接著開復刻活動 復刻什麼活動就不好說 但一定會有東西讓我們搞就是了 而官方在這奇怪的時間點 唐突插入第六張劇場版的公開紀念 同時也非常非常意外的 強化了一名快被大家遺忘的從者 那就是我們的法老王拉爾 說實話啦,也不能說被大家遺忘 應該說是被營運遺忘 拉爾從2016年7月25號登入FGO 時隔了快整整5年 是整整5年 我的媽耶 作為一名人氣角色別說寶姐 連一個季節都沒有 同樣的悲情角色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白槍傻黑真和黑狗 雖然這個從者說實話 直到現在到主線2.5 拉爾還是能夠斂壓很多的主線BOSS 就是因為他簡單粗暴的技能組 和優秀的機體性能 讓他即便在沒有強化的情況之下 也能夠迎戰不少的主線 甚至是活動新關卡 但是這老舊的技能組 單調乏味的芝麻咖哩 還有脫節的紅卡單體輸出寶具 不要說什麼抬頭看太陽了 作為一款效率速射的遊戲來說 基本上絕大部分的時間 大家都不會碰搭的 而在第六章 劇場版出上癮時 大家都覺得拉爾應該是時候強化了 結果 偏偏是一到現在才強化 偏偏是把所有的從者 都擠在同一段時間來強化 嗯...還真的 不過他的強化是真的極熱 是要在有太陽的情況之下 才會有回合產性 全體爆威的提升效果 但是要知道 這種場地屬性可遇不可求 你也不可能專門叫高雯把太陽搬出來 更好笑的是 凡宗現在還真的剛好強化了高雯的芝麻咖哩 讓他擁有了全新的場地魔法卡 化身為傲慢之罪 這還真的有點諷刺 更何況 你自己不就是太陽神的化身嗎 你自己就應該是那件場地魔法卡才有梗 但是現在則是分開來算 而芝麻咖哩也只是提升了2%攻擊力 操作非常矛盾非常密 真的謝謝你了 無論如何 有強化就算是好事了 不過事情是相對的 因為在這個時候 官方也強化了我們的城包子和騎士小貝 城包子的技能2 直接墮了3回合的28全體攻擊力 而小貝更是延長和加強了寶威提升的效果 同時還新增了全體NP獲得量提升348 3回合的效果 小貝原本就已經是低星戰神了 在寶姐之後 現在還讓他的技能組變得如此華麗 所以說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 就像我之前出的某部影片所說的一樣 FGO需要強化的可能真的不只是英靈從者 但是遊戲的IP 故事的世界觀 人物角色的塑造還真的非常優秀 而這也是為什麼我到現在 還會想要出FGO新從者的介紹影片呢 要知道能夠擁有如此優勢的手遊還真的不多 而最近比較接近這種情況的遊戲 其中一款就是在14號便會進行封測的 手遊版《閃之軌跡山》 豐富的原作故事 標誌性的AT順位戰鬥系統 無論是故事性還是遊玩性都非常的高 還有那熟悉的S戰技和Link Attack最佳攻擊 讓我回想起那連續兩天不睡覺 總共三十幾小時的戰鬥回憶 豐富的人物故事和鄉鄉的妹子後宮團 以及那畫不可能為可能的男主角黎恩 所以說還不趕緊成為封測玩家 獲得專屬的遊戲福利吧 要知道這世界上不存在的不可能的事情 不可能手遊化的主機大作 也有推出手遊的可能性 不可能有自動戰鬥的應游 也會有自動通關的可能性 那麼不可能推出一鍵開箭的FGO 也會有一鍵開箭的一天 對吧 那麼我是雷槍 我喜歡海馬沛的妖精小飛飛